我是黄国伦 1991年 我辞掉我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全心投入我音乐的梦想 从91到94年 我写了四年的歌 一无所成 没有人要我的歌 在我完全失去盼望的时候 我绝望的时刻 94年的一个下午 我跪在地上 我向耶稣祷告 我说神啊 我以前为自己写歌 但今天下午 我求你赐给我灵感 我要为你写一首歌 我要把我的音乐跟爱献给你 那一刻 上帝从天上 赐下音符给我 后来成为一首歌 交给了王妃唱 现在我要把这首歌 献给大家 如果你会唱 跟我一起 音乐我愿意 跟我一起来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心意 就算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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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珍惜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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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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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合唱 你们唱得真好听 这首我愿意成为我生命中 第一首冠军歌曲 后来陆续 我写出了许多冠军的主打歌 因为上帝为我开了一个门 当你对耶稣说我愿意的时候 神将带你开启一个奇妙的旅程 祂要给你希望 带你到不可能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不可能的地方 2017年 是我做音乐25周年 我为了纪念这一天 我决定要办一个演唱会 特别要送给我老婆 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找场地 后来发现所有的场地都没空 后来我那个订场地的朋友说 国伦还有个地方有空 我非常的开心 我说请问是哪里有空 他说鸟巢 我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说请问是公园的鸟巢 还是北京的鸟巢 他说就是可以容纳十万人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鸟巢 但我觉得说这怎么可能 我是周杰伦 如果我是周杰伦我就去了 可是我是黄国伦 后来上帝让我想起 他给过我一个梦 他让我站在一个房间 他叫我去摸天花板 只要我敢跳我就摸得到 后来他带我从三公尺 六公尺 十公尺 二十公尺 一路带我摸到所有房间的天花板 最后 神把我带到鸟巢 我在梦中知道他是鸟巢 他跟我说去摸天花板 我说别闹了 除非我会